中药材活血丹 可能有的朋友都有用过它 你知道它在野外长什么样子吗 像在我们当地这边的农村路边上 经常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认识它了以后 其实要用呢 我们可以不花一分钱 自己去采摘一些呢就可以了 现在跟着镜头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我现在就在这样子的一条小路边上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上 你看这些呢都是活血丹 现在我们凑近去看看它的样子 你看它长的就是这个样子了 看起来不起眼 却是一种很好的药用植物 从活血丹这个名字 就可以很好的体现了 为纯形科活血丹属 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叶子是这样子对生的 叶片呢有些重 然后是成这种盛形 或者是静心形的 叶子的背面呢是这种淡紫色的 叶上还长了很多这种 小小的细龙毛 它的匍匐金感 是以这样子半子粒生长为主 可以足节生根 它的金层翻柱形 自脆一则断 金上有重人和这个短楼毛 为这种黄绿色或者紫红色的 三到五月是它的花期 它的花呢就开在这个叶叶的位置 它的花是这种二唇形的 轮散花絮 花灌呢大蓝色或者是紫色的 花的下唇呢带有深色的斑点 它是一种民间比较广泛常用的一种青草 全草都能做药用 药材以叶多色绿 气香浓者为家 它的嫩精叶呢 民间有些地方还作为野菜的食用 营养非常丰富 植株高的还可以长到这么高 喜欢阴凉潮湿的生长环境 经常在西边树林 沟边湿地 以及河边草丛中 或者是老房子边上 经常都能见到这种植物 其实它开花的时候也很有特色 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而且人工栽培比较容易 可以通过无性房子 有分株 千叉 或者鸭条等等 它的别名有好多 也叫连浅草 十八缺 金浅草 肺蜂草 脱骨肖 金浅薄荷 一串钱 四方雷公根 破铜钱等等 大家平时在野外的时候 可曾有遇到过这种植物呢 如果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价值 欢迎朋友们一起来留言探讨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之时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会